主任NBA联賽持續激戰 第二天賽事由新竹縣東泰高中和台北市滬江高中打頭陣 滬江是近年HBL甲級女子組強權 不過男子組則都在隱級征戰 整體實力和過去曾兩度闖進甲級八強的東泰有所落差 因此雖然有過去CBA紅國名將邱德志在闖邊督軍 開賽仍遲遲沒有進入狀況 直到第一節剩下三分多鐘時 才靠著後衛沈恩友的切入突破開湖 首階就取得十八比七領先的東泰 從第二節開始更是火力全開 頻頻快攻得手的同時防守上也絲毫沒有鬆懈 最終就以83比39輕鬆拿下首場勝利 接著來看嘉一線萬能工商交手來自東台灣的花蓮體重 花體雖然近年來總是在挑戰HBL甲級資格賽 但在原本主力後衛劉炎龍受傷的狀況下 整體戰力是大打折扣 也讓萬能在前鋒施建安獨攬十二分的情況下 半場打完是取得43比37領先 而且在上半場中了前花體後衛周佳和 更是不勝頭部撞上對手肩膀 當場倒低不起也讓人手已經短缺的花體 用兵是更加捉襟見肘 反觀萬能下半場一籃再戰後氣勢是更加旺盛 單節打出24比16攻勢將領先拉開至雙位數 決勝節花體祭出全場壓迫防守企圖追回失分 但反倒讓萬能找到機會頻頻將球放入籃框 單節轟下29分高分 最終萬能就以96比77英球成功晉級復賽 最後則是台中東山高中出戰新北竹林高中 已經成軍18年的竹林 近年可是一級聯賽禁旅 開局更是一度取得11比9領先 只不過東山過去三年來可都是晉升HBL 甲級8強的強隊 此後便回進一波12比3攻勢 手接打完取得21比14領先 刺激的竹林雖然試圖靠著後衛 與東山的三分外線追分 但戰鬥壓軍團的火力是更加兇猛 上半場中了前一箭穿新的穿球 找到廖奇宏 藍蝦放箭2分後 東山已經取得37比26領先 下半場竹林雖然偶有佳作 但東山都能適時回應 保持一定領先分數 最後便在沒有遭遇太多阻礙的情況下 以75比62搶下勝利 我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